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與前同行 我是主持人張好婷 2022盛席在即 最近外資把官員的眼神轉向了金融股 所以過去感覺你他不太動 最近成了標股 很多投資朋友這個時候想要來買金融股 但是時間點對嗎 還有如果你要買要怎麼選股 今天請到李澤成老師 要來好好跟大家講一下 真的還能買嗎 有些人覺得現在好像有點高了 現在要買金融股 其實真的是有點高 因為我們過往其實一般的投資人 其實不會看金融股 比較喜歡看波動大的股票 因為投資就是想要獲利多一點 所以大家想短線賺快一點 所以一般都是在電子股 或是那種傳統產業股 像解析旋玩股 還是一些生技股 這是一般比較熱門的族群 金融股平常的量都很小 如果佔大盤的成交量 通常都是在3% 4%而已 那如果你有時候看到爆量 爆到10%以上 你會覺得說很熱門 可是你去買它 它發覺馬上就套了 所以不要以為買金融股不會套 買金融股要很有耐心 因為它本身的產業的問題 所以說在看金融股 跟一般的像這種 波動比較大的產品 或是個股完全不一樣的投資邏輯 像金融股 我這邊有分了5個類別 第一個類別是統包 就是像金控股 金控底下可能有銀行 有可能有證券 有保險 有票券 所以這是金控股 因為它是包含很多的銀行體系 所以包起來 像富邦金跟國泰金 以往都是售險公司 結果它後來併了一些銀行 併了一些售險 成為一個金控 這個是目前來講 我們講資本額最大的金控股 所以它是指標 另外還有銀行股 比如說像張銀 金成銀等等 這個主要靠的是存放廣利差 還有有些會做一點投資 來這個獲利 另外一類就是像證券或是期貨商 那證券股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去年的證券商 有的賺的蠻多錢的 因為股票市場去年漲得非常大 去年非常的熱 對 而且去年的大概第三季的成交量 有六七千億 所以證券商跟期貨商 特別是證券商主要有 它有知名部門 它有經濟部門 在大多頭的時候 獲利其實跳得很快 同樣的話 如果這個大盤量比較小的時候 或是大盤跌的時候 那這個自營商 如果是以這個經濟業務為主的 這個量就會縮 就會縮水 另外自營部也會虧損 所以它的這個獲利比較難掌握 另外一類就是保險業 保險像這個財產新產 三商雷售等等這些公司 另外就是票券 那目前台灣目前掛牌是剩滑票 以前還有國票 還有這個中心票券 那都已經這個被併購 所以這目前大概金融體系 分為這五個類別 好所以你要買金融股的時候 不同類別 其實呢不同的產業 它的獲利也差蠻多的 譬如說我今天如果看股票市場 我覺得這會走大多頭 我應該不會去買銀行股 我可能直接買證券公司的股票 因為感覺它跟股票市場的 聯準比較相關 可是如果我認為說未來這個聯準會升級 對一般的銀行體系好 我可能就是買銀行股或是買金控股 因為覺得它的利差會拉大 行情不好的時候 因為我們以前在做的股票市場 一些比較長輩的一些投資人 他會認為說 漲到最後就是拉金融 就是多頭走到最後就是動金融 所以說我們看到最近行情 也在有在1月份動了金融股 然後就很多投資人就會戒心 他會覺得說 是不是有點要到高點的樣子 要結束了 對所以我們看到1月份 其實有些大盤的量也比較少了 因為有些這個電子股跌的比較兇 會加深一些在做這種看產業類別 這個輪動的人的疑慮 所以說以往 因為以往的經驗 只要拉到金融股 其實市場都很擔心 對因為金融股平常就是不會動 所以它一動 它就是怕是末斷 行情都末生斷 每到過年前比較容易拉金融股 因為討個吉利 發大紅包 對對對 所以金融股真的一年會動 其實它沒什麼特殊的題材 大概就比較靠農曆年前的一兩個月 比較會動一下 給大家開心一點過年 金融股特色主要大概可以分為四個 第一個就是它的獲利很容易預估 除了證券公司以外 因為證券公司 其實你也沒辦法在一個年初就知道 股票上怎麼走是大漲還大跌 所以證券公司像去年就是大好 因為去年經濟部門 這個在第三季的量很大 另外自營部門應該也賺很多的獲利 大好大壞 除此之外呢 其他都很容易預估 比如說銀行股 金控股 那券商 那一般這個 我們在市場上有很多的研究員 去拜訪這些公司 都會寫研究報告 所以那個獲利其實都是估得出 他不會估差太遠 他好估 所以他非常穩定 那這個穩定的狀態下呢 他就沒有什麼亮點 因為大家大概 今年賺多少獲利 就上報告看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這是他的這個第一個特色 第二個特色呢 就是我們台灣的市場太小 比如說台灣的這個 我們台灣才2000多萬人 那跟國外的這個銀行體系不一樣 而且我們知道我們過往台灣的一些銀行體系 或者金控股去做一些這個國外的一些業務 結果被罰錢的 像這個像之前的一些金控股 新聞都有嘛 被罰錢罰的金額很大 所以說造成說 你在海外做很多的業務的時候 會不會踩到法律的問題 所以整個市場其實主要我們看來 是看台灣的市場 那台灣市場那麼小 所以你看很多金控股 他本意比較拉不高 因為市場有2000多萬人 你跟電子類股 或是一些這個傳產股 有外銷為主 那市場可能是 全世界或是亞洲 歐洲美國等等 那個人很多人口很多 所以他的這個成長性比較大 那金控股成長性就比較小 所以在這個 這第一個特色就是 他的本意比較低 那第三個特色呢 他是特許行業 即便他本意很低的話 那如果你要在開一家銀行 也要政府合可嘛 所以說他也不太會有競爭者進來 所以這是他的第三個特色 那第四個特色呢 他就是剛才講的 他股價普通幅很小 平常沒有什麼在看 所以通常會看金控股的 一般都是法輪機構 比如說法輪機構 這個他們有的像有的 有的投資部門 或是有這個 這個自己的一些投資公司有 有這些資金 他還是要賺錢嘛 他賺錢的話呢 那他做波動大的商品 那公司也不要 因為他不是在做這種 這種要做大波動的獲利 他是以這個賺錢為主 他不要損失 所以法輪機構他對金控股就很有興趣 即便不會大漲 反正他看起來好像也不會跌到哪裡去 所以可以賺個股息也不錯 所以這是在法輪機構會特別偏愛 所以一般的投資人對金控股 除非你真的很喜歡他 不然平常也沒有什麼在看金控股 投資朋友關心在金控股 有大概分兩種狀況 一個就是他就是喜歡金控股 所以他買了金控股 覺得說反正金控股就是會配息嘛 所以這是第一種 他就完全喜歡看金控股的 就是他會買來投資 那第二種是完全不碰的 他覺得那個就是不太會動 他錢卡在那裡 他覺得漲得好慢 甚至如果你去看在去年的金控股 其實都有漲幅 可是你相對來講 其實他的漲幅跟 像家圈指數漲幅 也沒有特別好到哪裡去 所以說在一般的這個 有些人喜歡做一些比較趨勢性的股票 他就覺得說金控股 其實是一個比較 沒有值得需要關注的一個產業 對 所以說他說 反正如果我去買金控股 我不如去買台灣50 搞不好獲利還比他好 而且金控股不是每人都會漲 可是台灣50只要指數漲都會漲 對 所以說有些人就是 完全就不想看金控股 所以他就分兩個模式 喜歡的跟不喜歡的 那這兩個不會有交集 因為你喜歡金控股的人 他就覺得金控股安全 他就覺得你做一些比較強勢的股票 你不要賠錢 你賠錢就危險 可是喜歡做成長股的人 他就不喜歡碰金控股 對 所以這個造成說 這個金控股你看 他在去年的營運狀況 這是金控股的 這個去年的狀況都已經出來了 好 去年金控股漲幅其實不小 我們看 你看這邊有15檔金控股 數字其實密密麻麻的 其實我們要看金控股 我要看什麼 第一個我們要看就是說 他的這個成長性 譬如說這個是2020年的稅後EPS 從這個華南金富邦金 一直往下來到合庫金 這邊有15檔金控股 那目前的這個一般的財報 我們這個在法規上 應該是3月底要出年報 可是目前的金控股的 這個去年的獲利 全部都出來了 所以你看有這個數字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去年的獲利 譬如說以華南金為例 去年的稅後EPS 每股賺1.3元 那前一年呢 就2020年賺了0.67元 那盈域成長率是94% 那他的這個股價漲幅 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是今年的數字 沒有去年的 今年漲了5.66% 可是你看這邊有一檔股票 這個盈域成長率就是YOY 172% 就是開發金 所以你看他的表現 在今年年初已經漲了7% 其實也不少 也不少 因為今年的股市其實是跌的 如果我們去看這個1月 就是去年封關的指數到現在為止 其實美國是跌的 歐洲大部分也是跌 其實沒有幾個國家在漲 那台北股市漲的原因是 金融股在漲 另外還有一支我們的護國神山 台積電 那我們看 其中你看金控股 今天漲很多的股票 像這個 你看這第四漲的開發金 漲了7% 這個漲還有漲了8% 對 所以你看這些公司的話 你看他這個盈域成長率 其實都蠻高的 所以我們從去年的數字 看到其實像這個 華南金的盈域成長率是 YOY是94% 像這個國菜金是91% 開發金是172% 你看這邊有比較大的 在這邊有適當股票 另外其他都在 最保守的就是7.69% 比較少於三級 還有兆豐金也相對比較低一點 對對對 所以你看去年漲幅比較大的股票 股價總是比較強 所以我們在看一些數據裡面 其實可以去從現有的財報裡面 那投資人可以自己練習看看 或是找到看網路的資料 他有幫你分析 那你可以從這個盈域成長率的YOY 來去看 看他到底 到底這個成長率大還是小 通常成長率大的 大的這個公司的話 因為你成長率大 你的股價會普通普通比較大 另外還有這種情況 就是說這個這邊還有一個欄位叫做本益比 那本益比的話 可以看到像這個去年的財金一股是賺12.49元 超過的資本額 另外我們看國泰金也賺10.32元 可是你看本益比才6倍多而已 是不是很低 所以在這麼低的情況下 那這次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其實金控股 一般來講不會有太高的本益比 因為市場太小了 所以說你看這麼低的本益比 其實它的股價如果那麼低 它會比較 如果你是用本益比的觀念去選股的話 它就屬於這個 慢慢你會覺得說比較有信心 因為它也會配比較多的息 所以從這裡面的話 可以看到有的本益比比較低 有的本益比比較高 那這邊也可以當投資的一個參考 這個數據裡面出來之後 其實在金控股 或是其他的產業 其實都可以拿來做選股 那再來看 為什麼金控最近這麼熱 主要就是因為要升息了 對因為這個 因為其實它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股票市場大漲 像以這個銀行的一個獲利 它也會提高 另外這個證券商的部門也提高 其實去年的獲利 都是成長速度還蠻大的 好有賺錢 對有賺錢 而且都有成長率 所以說股價就會漲了 因為第二個就是說 大家覺得說 如果說覺得現在股票市場 科技股在大波動 那就比較怕 因為升息的時候 有些資金會從比較波動大的商品 移出來 譬如說我們看到只要市場傳出 譬如說美國人會想升息 美國的科技股當天晚上都跌得很慘 大跌 對就是大跌 所以說這個資金呢 它基本上如果未來要升息 那如果你是保守的投資人 避風港在這裡 其實你看它在去年沿著基線 就一直上漲 對 所以那這邊它的資金的變化 這是成績資金比重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過年 已經來到了10%以上 這個金控股 如果你在沒有 站大盤就偷偷摸摸的時候 沒有理它的時候 都是比較股價低的位置 那你說量一放出來 就有時候短線 歸離過大 就突然 它就會冷靜一下 對這就是它的特色 可是它主要還是沿著這條均線 在慢慢的往上推升 這是一檔金控股 最近比較熱門的 就是目前金融股成交量 最大的一檔 叫星光金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檔 這檔個股 我們看這是它的日線的土形 下面是一個成交量 上面是它的這個 K線跟均線 哇你看真的盤很久 對 你可以看著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投資人可以怎麼樣去買金融股 譬如說你看 它在這邊爆了量 爆了兩個大量 這個量可能都是 我們看成交流都超過40萬張 爆了兩根之後呢 你看去追價的人 好像短線討不到便宜就掉下來了 所以說 所以說我們講說金融股 很忌諱去追它 尤其量大的時候 其實從去年去年的下半年來 我們看到很多的產業 像這個鋼鐵啊 像面板 像這個其他的產業 像航空股 都有爆這種大量的情況 一爆量 其實它就是這樣 就冷掉了 為什麼會這種情況 就很簡單 如果之前在買的投資人來 買布局很久 那這個量怎麼來的 一定是有人丟嘛 那如果我們用一個保守態度 一定有人丟出來 不然它也可以用小量慢慢漲上去啊 為什麼要爆那麼大量 就是那一天可能有很多人在做 這個不管是短線啊 還是頗短的貨量解 它會出來一個賣壓 等賣壓出來之後呢 它跌下去之後 它搞不好慢慢又慢慢解回來 等到下次又爆量 它可能又拿出來丟了 要注意了 對 所以從這個金控股 像目前量最大的股票 也很明顯可以看到 金融股的特色就是 不要在出量的時候 去比較太興奮 那你反而如果喜歡它的話 你可能等它爆量之後呢 沒能理它的時候再去布局 那它的長線 其實在今年的利多還是有啦 所以說 可是在操作上很多人去操作它 也會發現 怎麼沒買的時候 它都沒理它 等我一買的時候就套牢了 就是因為你買的時候就熱門了 熱門的話像這種情況就會上媒體 然後你撐不住了 你把它賣掉了 對對對 因為下來之後 你會發現兩個禮拜三個禮拜不動 你就覺得好無聊 那個其他股票在漲 我又把換股 所以把它換掉 所以投資金融股的人 就很簡單就是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金融股 他基本上也不會追它來 因為他早就買了嘛 所以他也不會想賣 那做短線的人就很累了 因為你短線一追高就跑了 所以短線在追金融股 它的難度很高 因為畢竟金融股是很多法蘭機構的 一個共同持股 所以說如果法蘭機構 他第一檔買很多 如果漲高的時候 他想微量調節一點 那法蘭的贊助很大 像一些機構法蘭 他丟起來的量也蠻大的 等他賣掉之後 以後跌下來 他再回股就好了 所以主要的金融股 其實是法蘭機構 比較多的 比較多在法蘭機構受傷 在新的一年 大家想要投資有新的方向 那金融股像今年 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老師還是建議了 前提是你要有耐心 可能要報一段時間 對 因為金融股 就是剛才講的波動很小 所以說你追高又會斷套 所以一定要買的時候想說 我們如果沒有想報個半年一年 大概短線可能跑不到便宜 不過如果你是保守型的投資人 金融股就是還不錯 因為波動不會那麼大 而且還可以零股息 對 好 所以今天也謝謝老師 給大家的建議 同時也謝謝大家收看 以前同行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中天財經頻道上線樓 房價會漲還是跌 該不該出手 該股該進場還是賣出呢 基金外幣 黃金比特幣 如何買賣賺錢 怎麼玩車最酷炫 購車保養要注意什麼 最厲害的專家群上陣 還有防彈少年團 標封直率車手 2021全新登場 記得訂閱YouTube中天財經頻道 有CTI小金地圖樣的 幫我們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